你见过这样的北极熊 马来熊和黑熊吗 摇头舞 倒车 反复夺步 这都不是萌态 是刻板行为 一种发生在圈养动物身上的 严重心理疾病 这其中以熊科动物的表现 最为明显 马姐是救治中心4号熊区的饲养员 这里的118头熊 都是在政府的帮助下 从各种地方解救 基本丧失了野外生存能力的黑熊 为了避免圈养的黑熊出现刻板行为 马姐的喂食准备工作 就要两个小时 他们野外的熊 在外面它可以自有觅食 我们这里没有办法 随所我们就给它创造一些环境 马姐口中的创造环境 有一个更为专业的说法 风容 就是丰富动物的生活环境 使它接近于真实的野外生存场景 丰富野生动物生活情趣 排解它们的无聊 这也是防止被圈养动物 发生刻板行为的最有效方案 我们这里熊 很多熊都是 不是在笼子里面灌了太久了 有风势 行动上的各个问题 所以说这样子会让它多一点的时间来活动 有的时候我觉得这些熊 它就是属于是什么 不会说话的一个小孩子一样 这些熊在我的照顾下 从它们来的时候 身体不健康 到身体活蹦乱跳 很开心地在这里生活 我觉得它应该是从心里面 就接受我们了 把我们当朋友一样了 可即便是人与野生动物相处的红线 哪怕是与黑熊朝夕相处的饲养员 也永远不会试图与它们亲密接触 保持距离 相互敬畏 减少打扰 是人与自然的和谐之道 救助中心里的熊 因为一些不愉快的过去 已经失去了自主生存能力 基本不会考虑野化和放规 只能通过风容来增加它们的幸福感 从它们的眼神里面 你看不到那种野生动物的那种凶残 这些熊 阿姐和一些动物保护机构 也不再想用过去来调动大家的情绪 她们相信 对于现在和未来来说 更有效的是教育 是面向动物园 救助机构 动物爱好者 和每一个人的科学的动物保护教育 当然她们更希望的是 我希望有来世的话 她可以自由自在地在野外生活 有 有 很 有